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其实每一回都蛮精彩的 对 是 所以每一回都精彩 那我们这一回第六回 哇哦 这是好像有大人物要出现了 这个第六回的这个主标 还是要请怡君美妙的声音来念一下 所以这一回很简单就是讲这两件事 OK 董卓杀人了 杀人前面还有一个 凡金雀 金雀是什么 把他们的朝廷烧了 哦呀 对 那孙间藏了这个玉玺 被约就是不守信了嘛 OK 现在要谈守承诺这件事情 对 好 那第五回其实讲到三英战吕布嘛 然后那个吕布就后来撤退了嘛 撤退的意思就代表那个盟军这边获胜嘛 所以盟军获胜以后呢 八路诸侯就请他们刘关璋去庆功嘛 他们到袁绍这边去报捷报 他们打赢了这个吕布嘛 那袁绍就很开心啊 就跟孙间讲说兵力请他说 你再进兵嘛 再继续往前乘胜追击吧 主帅其实蛮好当的 他只要一声令下 大家都合作就对了 也不用伤到他的兵 也不用什么 他就在那边指挥落定就好了 可是你是孙间你会怎么样 孙间哦 孙间就很生气 因为他前面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得 他其实是打了胜仗 但是因为袁绍不给粮草 哦 所以就害得他 他的军队没有饭吃 饿肚子后来才打了败仗 那袁绍又刚好是袁绍的弟弟 所以他就来跟这个袁绍讲了 你弟弟不帮忙 对啊 董卓跟我没有恩仇 没有任何的仇信啊 我奋不顾身的冒着这些武器啊 剑啊 石头啊去决一死战 其实是为了讨国家讨贼嘛 但是呢 将军家门之师啊 你们家的啊 兄弟这个用这个自己这个事 一己之力 然后听禅言啊 不给我粮草 让我打败 将军你安得下这个心吗 那袁绍这个人就说 就很紧张 讲不出话来 就决定把 给当初不给他粮草的 这个建议的人 就把他斩了 来回给孙千说 就是给他一个交代 对 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出 三个人的个性 这个 盟军的主帅是袁绍 是 对不对 可是袁绍基本上就是下下令 然后 真正该处理的时候 然后想说 中国会说是叫军令如三 我们古来 古来这样说嘛 那你的弟弟 不发粮草 你也不责成他 对 让袁绍自己去面对 那事实上就应该要 做一点点这个 我们不要讲 陈储啦 那至少也要做做样子吧 对不对 零样子都不做 对难怪 那个孙千会很生气 说你这个是家门之事嘛 是 就像我们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大家要齐力核心一起做嘛 中间有人去 扯你后腿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事情做好的时候 就会影响 不要小看自己 每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的 其实都是有工作的 哪怕是压梁草拼 其实不是打仗 但是你没有粮草发出去以后 其实你最后表面上好像是 孙千打胜仗打败仗 其实最后是整个盟军打败仗 就是大家的一个负担 大家的一个 这是一个人并不代表全部啊 对 那孙千就可以 孙千大概是蛮在乎面子的 你看就回来心直问罪 那一方面当然也是很直爽啦 二方面 他以前其实是元素的 被元素管 对 那当然这一点 他就有一点点不开心嘛 那我们再看这边 那这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人来跟孙千讲 说有一个将军啊 在这个关外啊 起码过来要见你 那所以他就好吧 就离开了元素 也不想跟他们争了 争了也没什么用嘛 是 回到本寨 他自己的这个地盘 原来是董卓派了他的爱将 李绝来 李绝 你看盟军不要他 敌将要他 在多想的 对 那讲什么 讲说董卓有一个女儿 想要嫁配给 要配你这个将军之子 就是你的儿子 要联姻啊 做他媳妇 要联姻啊 可是孙千 孙千虽然很弃这个元素元素 但是他其实是忠于汉室 所以他讲说 董卓你这个逆天舞蹈 其实本来就是应该要诸九竹 谢天下之罪 我怎么可以跟你结亲呢 那但是他也还是蛮有礼貌 他说不斩来死 我不杀你 你赶快走吧 找日县官 老李姓秘 你如果投降的话 我还可以老李姓秘 不然 让你粉身碎骨 抱头鼠串 其实你看 中文真的是很可爱 几个字就可以把那个形态 虽然他绝对不是抱头鼠串这样回去 可是你就会知道 他是很害怕的回去 对 所以这个文字真的是有文字的优美 所以你看我这边补了一个那个静思语 如果有人撑你后腿要心存感恩 因为没有人扯练不出你的腿劲 所以你觉得孙坚会怎么做 孙坚会跟元树他们讲 有人要来招想我了 是吗 如果是我的话 元绍请他再去打仗 对不对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 质问了元绍跟元树兄弟 对不对 那主帅没有做应该的陈楚 还放纵你弟弟不发粮草 但是元树就是斩了一个 净残岩的死者 其实那个人也很可惜 很可怜 因为不想真正下决定的是元树 但是元绍又奈他无合 对那这一方盟军背叛你 那一方敌军跑来招想你 跟你联姻你又拒绝 对所以在他心中来讲 这个忠于这个皇室 这个他的大忠大义 他也是有的 所以他还是决定去打仗 OK 所以坚持他心中的原则 但是在讲这一块之前 那个我们这个作者就赶快 就回来先看董卓这一边 那董卓很生气 因为他派去要跟他联姻的 他好歹是目前是全 中国里面那个时候的第一人吧 皇帝基本上是没有实权的 对他是丞相 所以他就问了李卢 李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他的谋士 他的这个就像刘备的诸葛亮一样 李卢就是他的谋士 那李卢就说温侯心拜 温侯就指的是这个吕布 那因为刚输嘛 所以兵没有无心恋战 所以我们不如引兵回洛阳 然后迁帝于长安 然后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迁都了 因为然后他就说近日这个世间有同遥 约这个西头一个旱 东头一个旱 路走路长安 方可无失难 无失难 就是西汉东汉 一个在洛阳 一个在长安 那现在呢 我们要回到长安才不会有难 对 那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 他在解这个谣言 这个谣言就是说 西汉那时候定都于长安 传了十二地 后来往往串汉嘛 往往串汉以后就东汉 就这个光武帝 汉光武帝 然后建都于洛阳 那洛阳传到现在又是十二地 所以觉得应该要回到长安 结果这个董卓大喜说 你不是这样讲 我还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有这样的童谣啊 所以就决定了 就这样子两个人讲一讲话 就决定要迁都了 迁都何等大事 对 那以前的迁都其实是 不像现在交通那么方便嘛 对 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管那么多 就把这文武招举朝堂 文武百官都找来了 就说 在洛阳这边气数已尽了 所以我们要过去了 他说了算就对了 所以我这边写了说 这个谣言跟迷信 为什么会气数已尽 为什么会打败仗 当然就是因为 他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他如果 已经当了这个 好好的对待这些 诸侯 大家回想一下 他为什么把袁绍赶走 因为他要废地 他废地不是因为皇帝做不好 纯粹他看不顺眼 对不对 因为他软弱 对 所以他这样子就把 本来是他的助力的这些 诸侯 袁绍这一类的 全部就跟他 不听他的话 他本来拔剑还要砍他 后来他不是就走掉了吗 走掉以后 现在回来就是要讨伐他 是 对 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就废地 所以完全是一己之实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这个 我们这个洛阳真的是气数已尽 其实很多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古代人喜欢用这种迷信啊 天文啊 这些去看事情 可是其实很多的事情 其实回头想来讲 是自己造成的 对 我们自己 现在人也很喜欢吗 那个 搞不好这是人家策略 故意在市集里头 没错 很多谣言其实也是 有心人都 像那个 三国元一开始 那个黄金贼也是 对不对 那个 苍天已死 黄天当栗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嘛 就是有很多的确是 人放的这个谣言 但是会被 被他们拿来引用 但是因为以前的人 教育比较不普及 对 对不像现在 其实现在教育比较普及 大家对很多的这些 资讯能够理解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好像是 当时的假新闻 可能是创造出来的新闻 对对对 是被有心利用的 对对对 好 那 因为刚刚讲了嘛 这个迁都是大事嘛 是 所以开始就有一堆人 开始跟他讲 要劝他不要啊 不管这个 杨彪啊 黄丸啊 等等等等 每个都来劝嘛 那他讲了一句话 无畏天下计 起习小民在 我是为了天下的 整个因为这样子就是 对这些小民 有什么好那个照顾的 就快把这些都罢免 罢为庶民了 他这边的小民是指 就是一般的百姓 洛阳的 其实前几集 大家应该有听嘛 他至少当了朝政以后 那个抢夺啊 对不对 他根本不爱惜他的百姓 所以对他一讲只有权威 对所以我才讲说 关中衰败的原因 其实不是那个什么黄契啊 什么衰落 其实就是人祸 对只是这个人祸 他又硬要找一个理由嘛 就合理化 合理化他的暴政嘛 对啊所以 古代也是蛮可惜的 蛮可怜的 那当然像他几次这样 这样子的做你看 他那时候拿剑在里面要废地 要大家不听 他就拿刀要斩大家 这样子还是有几个 有道德勇气的 我们这些官啊 会跟他做劝戒 虽然最后下场也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还是有人发声啊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世代妇 还是有蛮多是蛮有 这样子的气节 对 好然后在 离开这个朝宴准备上车的时候 又有两个来了 这两个又要来劝他了 上书 是 那个跟这个 城门教卫两个 就也是要跟他卷戒 卷戒完以后 这个董卓就很生气 说当初听你们两个的意见啊 保佑袁绍啊 现在袁绍烦我了 你们是同一党的 就拖出去斩首了 好可怜哦 对 这个就是导果为一嘛 对不对 他如果不报 报正逆施的话 其实人家不会施处有名啊 是 对啊 唉 那怎么办啊 那就还是决定要走嘛 还限期耶 限期以后 他的这个谋事 例如又来讲说 我们要搬家 要缺盘杀 怎么办 跟大家 洛阳富户其多啊 是 可 寂末入宫啊 就把他们全部没收了 而且袁绍的门下 全部都把他杀了 哦 天啊 杀了以后 把他们的家财啊 全部偷偷收归国库啊 嗯嗯 对 这就是一个人质的国家 是 对 这是在以前上 是很可怜 但是 呃 那个 就是像好像 那个佛经讲的这个 小山寨嘛 嗯嗯 对 导兵节 导兵节 嗯 还有饥饿嘛 嗯嗯 还有瘟疫嘛 是 对 这 这个是 其实在这个时间 你可以看得出来 嗯 好像都碰到了 嗯 对 好 好 那 这个董卓呢 又开 就 就 派了他的铁记五千人 开始抓拿 有钱 所以 有钱人就 上面就是反乘逆挡 啊 天啊 好可怜 对啊 然后你看 趋近洛阳之民 数百万口 前往长安 嗯 每百姓一对 嗯 监军一对 互相 拖鸭 就是 百姓 军人 军人 百姓互相 监制 不让你跑走 就对了 嗯嗯 死于勾 或者 不可申诉啊 嗯 然后这个 军纪很糟啊 对不对 呃 盈人妻女 夺人良草 枯笛之身 震动天地 哎 所以我说 万事的人 好可怜 所以其实前几集 我们其实 跟乙军有讲过嘛 你已经得大位了 那 你也享受了这个 官位跟权位 结果 你还是 你还是不懂得 爱百姓 就是 把百姓当作你的爱 我们说 在古代那个帝王时期 我们先不要讲说 呃 呃政治人物是什么公仆啦 但是至少 你已经 是天下最有力 你应该 把大家都 当作你的 呃 都是你的同胞嘛 都是你子民 甚至都是你 指挥什么 他就帮你做事情 你反而还把他们 变成是 呃 毫不 珍惜 对 所以 呃 这样子人 他怎么可能 会久嘛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的三国 里面没有懂错这一国 嗯 是 是曹操 刘备跟孙权 是 就是这样的东西 迟早 嗯 迟早必反对 灭亡 对 所以 而且你看 董卓 临行前呢 还 放火 烧居民房屋 公社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那个标 那个标题嘛 是 烧金雀 就烧这些宫庙啊 南北两宫 就是烧成浅土啊 然后请吕布啊 把这个灵寝啊 都挖起来 干嘛 嗯 把先人的 陪葬的那些 那些钱啊 全部都要取出来 完全不留任何资源在 在 他等于就是把整个洛阳都 烧光 抢光 对 然后带走 不留任何寸草在这边 其实战争没好事啦 嗯 大家都不希望了 那 不管你是打赢的 打输的 其实 没有人是赢的 嗯 对 你觉得 董卓做这样的事情 他很开心吗 我相信也不会很开心啊 他要搬过来移过去 对不对 他也是为了只是保他的权位 他是想办法 对啊 那百姓更不要讲 你觉得这些军民 明明好好的兵可以当 还要去挖人家坟墓 对不对 对 挖了坟墓的钱也不是自己的 所以我就说这些 然后这些 百姓真的在挖的时候 难道不会觉得挖人家的灵寝 自己有损自己的应得吗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战争都导致这样子 整个都是没有人是一个赢的 嗯 这个 呃 那另外这个东西其实看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讲什么 这就是交土政策了 嗯 对 所以 呃 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作战 其实都最后是这样 就是说 他宁愿离开 也不让这些东西 为被后面的人占领所用 嗯 所有东西都稍微交土 对 嗯 对 然后后来再说这个 嗯 然后他就往长安走了 是 然后 董卓的这个有一个将领 看到这个董卓已经往洛阳走了 嗯 他就陷了他的这个四水关 嗯 让孙坚就直接 进来了 是 那刘关章就杀入 胡劳关 嗯 让每个诸侯都可以带兵进来 四水 胡劳 但是四水关其实就是胡劳关 哦 是哦 就是后来人家 就查证 这个应该是作者误把它分成两个关 嗯 因为反正三国演义基本上不是正史 哦 对 他只是大部分呢 也是从史书 三国志里面去 在隐身写出来的小说 是 所以 所以大家看这个陶王的动线嘛 洛阳到长安呢 应该是往 这个西走就好了 但是他会先往 但是董卓逃跑路线是先往东走 再往西走 哎 为什么呢 哎 反正 后来查证是这样 不知道是 应该是 看起来应该是 那个三国演义里面 他写的部分 有一些地以上 不像现在 对对对 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有个个地图嘛 是 那么清楚的 马上就了解 所以 呃 所以才会把两个关 其实是同一个关 他会把他写成两个故事 是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孙坚 孙坚到了洛阳以后怎么样 他看到 火焰冲天 黑焰铺底 可怜 两三百里 嗯 并无鸡犬人焰 是 因为人都被他用兵这样逼 逼走了嘛 逼走 所以你看 全部都抓走了 如果你是 这个孙坚你会做什么事 先灭火 对 孙坚先发兵灭火 是 然后让大家各诸侯的兵马在荒地中驻驻 嗯 然后他先先把这个火灭掉 再来做别的事情 嗯 对 那曹操就来见袁绍说 这个董贼西去啊 可以趁胜追击 本初暗兵不动河野 本初就是那个袁绍的字 就是 所以他就是袁绍 是 他说 敌人逃了 你现在不敢要趁胜追击 干嘛 暗兵不动 是 袁绍说 朱兵疲困 敬恐无异啊 大家都很累了 进兵可能不屑的是有好处 是 曹操就开始讲了 说这个董贼啊 就是你看烧这个公事啊 迁都啊 海内震动啊 不知道往哪里 这个时候是 天要往他的时候 一战就可以定天下 你们既然 狐疑不尽啊 唉 但是 诸诸侯皆言不可轻动 没有一个诸侯要进军的 是 曹操大怒说 数字不足羽毛 跟你们呢 不能谈大事啊 曹操也还蛮 蛮有个性的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间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 为什么后来 那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作者的铺陈 就是说 最后哪一些人会成功 哪一些诸侯 现在是事很大 但是后来就一个一个 就 结束了 结束了他的这些 就是因为他做事态度 他在判断事情 他的能力 他在 藉由这些的词语 让你去看 所以就是在观赏 这部小说的时候 你可以去 每一个去看他的个性 那 我们就可以把他 在我们自己在做事的态度上的时候 就可以去想 难道 曹操的兵 不累吗 追 跑了那么几百公里 这样追 一样会累 一样会累 对 但是他相信 董卓的更累 所以有的时候 这就是比较急 他就是借口 对 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做那件事情 对 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就是 你看 这个袁绍跟曹操在这边 就已经开始做的 有点针锋相对 那他也 作者也让你去理解到 两个人的个性 两个人个性的差别 所以他就靠自己的兵 就来去追赶这个董卓了 而且是心夜来赶董卓 对 所以不是睡饱了再出发 就连夜就去赶兵了 他也对他的军队还蛮有信心的 对 那 董卓行到这个 这个是龙阳的地方 这个太守徐龙出来接应 那李卢就说 我们这个丞相啊 就是弃了洛阳 又访有罪兵 其实李卢真的算是一个人物了 在这个步兵啊 谋略上是真的是不错 那所以他就说 请你在这个城外啊 把他这个放服兵 但是呢 如果有兵追过来 你要放过哦 你不要去追杀他哦 等到我们这边把他打败的时候 你再去截杀 以后的人就不敢追了 哦 这种计谋 对 然后他又请吕布 引金兵断后啊 是 也就是说 李卢还是对吕布很有信心的 他觉得他会打赢 而且他会等于是被 那个来追兵会被夹杀嘛 对不对 你扶兵在这边 但是不出来 让你兵经过以后 继续往前追 追到接近的时候 如果吕布把他打败了 他在往后逃的时候 就前后夹杀 那的确 那个 吕布在行进间呢 这个曹操他们就追上来了 吕布大笑说 果然不如 不出我们这个军师所料 李卢真还蛮厉害的 对 然后就 两边就开始 互骂了 互骂完以后 当然是 其实以前的人 还还蛮有这个居子之争的 真的 不是靠 对 还会先这样子交谈一下 其实你看很多的 这种张会小说里面 真的是这样 是 接着就开始打仗了 是 对不对 这个夏侯 夏侯敦 夏侯敦 就是 曲吕布嘛 然后这个李卢 就是跟这个夏侯冤 等等等等 反正就一个就打一个了 对 都很蛮君子之争的 你在这个三国眼里面看到 其实很少有两个打一个 将领大部分都 都是还蛮有 对 单挑的 真是 那打一打 我们都讲了嘛 刘关璋三个人 都跟吕布整打平手了 是 夏侯敦怎么办吧 当然就打输了 是 所以 那个吕布杀过去之后 朝军大败 就开始逃啊 是 逃到晚上的时候 准备埋锅造饭 这时候 原来的那个伏兵徐龙就出来了 哦 所以曹操其实也是蛮公于这种兵法的 是 居然 居然也会中计 中计 嗯 然后就被 被这个打呆 然后还中箭 在戈备上中箭嘛 然后淘淘 被两个小组抓到 哦 是哦 结果有一个人 飞马而来 砍死那两个小组 把他救起来 这个人是谁 是曹宏 曹宏 然后曹操说 我要死在这了 你走吧 曹操还算是 不知道这句话是真心 还是假意 但是基本上 他就这样讲 曹宏就说 曹操啊 公啊 你赶快上马 我步行就好 让他赶快逃 对 然后贼兵赶上 你怎么办呢 曹操还关心了一下 曹宏 曹宏说 天下可以没有我 不能没有你曹操 曹操说 如果我再生的话 都是你 就是我如果这次 我如果再活的话 都是你的利益 所以你可以看 带兵带心 你可以看到这个造成 这个董卓的 这个他是献 是 四水关 曹宏呢 是把自己的座旗献出来 所以 同样的部署 两种不同的那个 所以 这个就是你 你真的就是带兵带心 你是不是有那个信念 你宁远可牺牲自己啊 也不会 牺牲他的主公 可是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 董卓里面就完全不一样 他的 你看 为什么 因为他不重视人才 他的人才也自然 当他有难的时候 就不重视他了 是 那 这个是大概是到 目前的这个重点 那接着 曹操到底逃不逃得了呢 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继续再跟大家分享 这叫什么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枪 待会儿分享 待会儿分枪 来安排播出这个 其实 看到几个战争 我还是忍不住 想要安排播出 这个水灿的 灿回果报 在冰灾焦燃 稍待一会儿 回到节目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这个大环境 这样子以后 每一个人 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只能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去做 曹宏就选择了 为了他的组织 他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但是这个造成 就是看了董卓走了 你都不重视我们 我就现成了 就逃走了 所以每一个有自己的不同 但是很多的领导者其实要看自己 你怎么带人的 你不要去看人家怎么带你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做好 你怎么可能 我们常常说上行下效就这样 你自己都没做好了 你怎么可能带得了好的这样的病 所以这个曹宏呢 这一段就其实就是 祖仆之情 你看他就脱去上衣 然后就一直跟 拖刀跟着马走 走走走 遇到了一个大河 曹操又开始说 秘自己不能活了 又过不去 所以其实曹操蛮悲观的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有显现出 他那种枭雄的一面 对 他是年轻 意气风发 那为了一个目标 他是很努力去做 从第一回到现在 一直都是这样 虽然他是一个小官 对 那曹操马上扶他下马 脱去他的衣服 背着他渡河 对 曹操这么中心 这个就是曹家军嘛 哦 自己的 对 所以这一批的将军 夏侯敦啊 夏侯渊啊 这些都是他们的 他的等于是嫡系人嘛 那整个三国到一直到最后 你都会看到他们的 只直辈的 一直在帮曹家 在做这样子的作战 然后就一直走 走了三十多公里啊 然后忽然有一批人马赶来 哇 虚龙他们追上来了 是 然后正在仓皇间呢 哎 下午蹲 下午冤回来了 嗯 然后哎 就把这个虚龙给交战 然后把他斩于马下 哦 所以 所以 你要追人家 也要奠奠自己的分量 对 对 所以 不过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战争 我们就看事情来讲 就是说 有的时候那个 有一句禁师语嘛 叫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要有 要有 无常观 无常观 徐龙不就是顺境的时候 你看 马上要立大功了 结果马上被 被 被人砍杀 那曹操就是 逆境的时候要 要有姻缘观 对 对 有贵人来救他 是 对 他的中心的部署 对 所以 人要添注也要自助 但是 在 也要有好人缘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帮我们的下一世 要接好姻缘一下 让我们的这个 好好的 有很多的贵人来帮我们 而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恶缘在前面帮我们 阻挡 对 然后 接着孙坚就回到另外一边 孙坚这边就灭完宫中的火以后 开始 设葬于这个积殿上 然后你看还令 军士们清扫这些瓦礼宫殿 然后把这个董卓所立的这些 我觉得这些灵情啊 都把它掩蔽再盖回来 然后在这个太庙上面 用草创 玷污三间 临死 把这个诸侯啊 等等各 这些的 这些省会列上去啊 用这个祭祀 祭祀之 所以其实安定人心啊 孙坚做的事情就是就安定人心了 然后晚上夜观天文 看到这个紫薇心啊 旁边这个白气弥漫 就说啊 紫薇在中国就是帝王之心 对对对 帝心不明 乱城 贼城乱国 万民涂炭 金城一片空 讲完话就不禁泪滴下 好心酸耶 我觉得 对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个大灾难的时候 会觉得说 该怎么做 对不对 就你就会好像没有 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我记得那个菲律宾那个 海燕峰 对 独鲁湾的时候 你看 联合国都说弃城了嘛 每一个那边的百姓 双手一摊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看到全部都是坏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在这边也 就是听 学学上人给我们的智慧 你看上人的时候用以公代正 是 对 让他们大家自己救自己 对对 我就想到不只是 这个菲律宾 我们当年这个八八峰灾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 你看 多少 我们台湾的这些乡亲朋友 我们从那个台北 从台中坐高铁 下去帮忙打扫 是 本来在当地被淹的一些居民 因为你每一个人看到 整个马路 整个全部都是泥水 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泡的时候 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当有人去帮你的时候 启动 你开始一条一条街 一间房子做清扫以后 你就可以回来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人多力量大 大家众志诚诚去做这件事情 启发就是助人 助人爱人 然后天助自助 大家会一起去做 所以 慈悸在做很多这种事情上 真的会安生安心 一开始让你身体 可以保持安全 然后接着会安你的心 所以有人会常常 有人问我说 你看你们的这个新闻报道 常常在带动小朋友唱歌 再去唱我们都是一家的 正在发放的时候 对对对 那我觉得有很多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情境 在那个情境上的时候 其实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也是一种寂寞跟苦难 对 你去帮他不是只是说帮他搭搭帐篷 帮他煮三餐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多地方的时候 是带动当地的乡亲 自己去煮他们的热食 自己去加入发放 当你有事做的时候 你才会有希望 我觉得这个 这一个是一个 从长期这样子在 在看我们在帮忙 甚至我自己也有去过几次 的正在的时候 我觉得在旁边看到的 那也呼吁一些听众朋友 有机会也可以来欢迎加入 来去参加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去看 其实是你很难去理解 前两天 前几天那个网路上 有一个新闻 一直在讲这个 土耳其的那个救难队 对对对 后来我朋友就分享 我就看到 我就去按个赞 那我私底下就传讯息给他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 土耳其会来就会第一个来吗 因为他们不知道 前面我们有帮他 然后他就说 可以告诉我吗 我就说 找时间喝咖啡 什么跟你讲 对 因为故事很长 用打字打很久 所以我觉得 大家很多时候是看到那个 那就是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互相帮助 其实 在土耳其 发生的时候 隔一个礼拜 我们就 瓷器就发动了全球 全球的木性木埃 然后用 台湾瓷器的名义 去帮助他们 去捐助他们 其实全世界都在做 这样的旧灾 所以后来 921的时候 他们也很快的 有来回馈我们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在爱的 爱跟互助 的循环 好 那接着呢 就 震荡 他在哀奇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军事 就说说 这个 大殿南边 有五色豪光 从景中 在亮起来 好神奇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 这个作者的这些 我不能讲穿着附会 反正就是一种形容 或神怪 然后就去打捞 打捞出一个尸首 尸首 看了很久 但是尸体没有烂 其实他这个也在讲一件事 就是死不瞑目 对不对 看起来就是这个 师父人头颈 然后把这个 他是宫样装束 是一个宫中的一个人 颈下 向下头脖子下面 有一个锦拿 打开来里面 有一块玉玺 方圆四寸 上面有五个 龙做成的扭 缺了一个角 黄金箱子 上面有钻纹八个字 来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这是大名鼎鼎的 和氏璧 和氏璧 是 对 那左边这个图是 网路上去找人家访的啦 不知道是哪一个版本 反正就是给大家知道 他其实就是和氏璧啦 当时 在 送给楚国嘛 那楚国基本上 和氏璧不是后来 因为这个断了脚 这些事情嘛 后来 秦始皇就把他做成玉玺啊 是 然后就有一对 就一直传传 传到现在 被孙坚找出来了 是 那上面的文字好特别哦 都不认得 认得的话 你就是国学大师了 呵呵呵呵呵 好 所以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嗯 嗯 找到以后 传国玉玺 你是孙坚 你是孙坚怎么办 嗯嗯 赶快 赶快 收起来 呵呵呵呵 你看他的这个谋师跟他讲 对 今天受主公 嗯 必有登九五之分 哇哦 因为玉玺嘛 他找到啦 对 就觉得他会当皇帝 所以他讲 此处不可久留 已 述回江东 别途大师 大师是什么 登九五嘛 嗯 这就是 他的这个谋士啊 嗯 跟他讲的 是 就是臣朴啊 这个人也很重要 孙坚就说 你的话真何无意啊 嗯 我们就 假装我生病就要退回去 退 所以其实孙坚也想当皇帝哦 本来没有 你看 对 但是找到了遇险 对 但是 这个就像那个 啊 我们常常讲说 钱财不要漏白 哦 对啊 不要跟太多人知道 对 虽然你不误拘 虽然我们不是说 把每个路上的人都当是坏人 但是因为你钱财漏白 你可能会让有一些人 嗯 更麻烦 嗯 看到他本身就是心性 不想他会觉得有机可乘 招扒手等等 这个也是一样 他抢到这个玉玺 他要嘛就是几种方式做嘛 一个就是 献回去给袁绍 你盟主嘛 嗯 对不对 那当着大家的面线嘛 嗯 当大家面线的时候就是 你也 你不是你找到 你也不能该成帝啊 我们应该是要 嗯 在那边正义里来的讲说 当我们讨伐完董卓 因为我们是盟军嘛 是 然后 赢回皇帝以后 把这个回归给大家 让这个汉 回于大桶 对 那 可是看起来这个时候 私心作祟 哦 他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所以我们也要想想看 每一个人 当你遇到大 大诱惑的时候 都被私心作祟 瞬间这么 这么样子 你看他前面这个治军 打仗 回来收复这个 洛阳以后 你看他这个一一的步骤 嗯 对不对 社工庙啊 安定啊 你看他是一个很有文武都有才的人 他还是有私心 嗯 所以诱惑啊 真的是在这个 这武裕这个娑婆世界里面一个蛮大的这个 蛮大的很难被很多人物所给克制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个人物应该都会有一些想法 嗯 对 对 但是呢 嗯 你知道吗 是 秘密是藏不住的嘛 当然 所以这个 孙间中还是有一个人是袁绍的乡人 就是同乡啦 就赶快去跟他讲 嗯 袁绍就很生气啦 嗯 所以第二天孙间来跟袁绍说我生病啊 要跟你告辞啊 我不能再打仗 我要回到我的地方 是 袁绍 袁绍就说 我知道啊 你的病啊 是因为啊 你拿到了玉玺啊 嗯 你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传国玉玺所害的 对 孙间就吓到了 怎么会有人知道呢 是 啊 就是说 身边有这个 这个 叛徒 所以袁绍就说 我们现在是 为了百姓讨贼啊 为民国除害 玉玺是 朝廷的 你拿到的时候 应该放在盟主处 嗯 等到租了 董卓 复归朝廷 这讲的真是大力宁然啊 嗯 对不对 那你现在就把常逆 是怎么样呢 孙间就说 这时候孙间就有 居然说谎了 就说 玉玺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嗯 对不对 然后袁绍就说 那井中 井里面挖出来是什么 他说 本来就没有 你何必相逼 哦 那袁绍就逼他 你赶快拿出来 不然你会 自身祸哦 嗯 孙间就 下了一个尾诗啊 哦 如果我有得到这个磁宝 狮子常怒 终日不得善终 嗯 死于刀剑之下 哎 这是不是在讲未来的命运 他最后真的是死 不得善终 死于刀剑之下 哎呀 是 所以 这也是告诉你 不要乱发誓 哈哈哈哈 天啊 对 好 所以 那其他的 诸侯就出来打原厂了 啊 连孙间都这样子 历史应该不 真的没有啦 你可能听到的 这个人是 假的啊 所以 你看这个 来密告的这个 就被袁绍斩了 啊 是 所以不能随便打小报告 哎 但是 袁绍 跟这个严良啊 拿也拔剑出来啊 你看 孙间把他斩了以后 袁绍就说 你把我的线人给斩了 嗯 对不对 那 两军就对峙嘛 那诸侯当然是劝家 嗯 劝家以后 那个 孙间就说 反正就 跟你翻脸了 我就走了 那袁绍就更生气了 嗯 然后就 写了个心腹 请个心腹写了一封信到 荆州 给刘表 嗯 希望刘表在半路 可以把他 燃下 燃下来 对 嗯 所以 这边是 袁绍的部分 那董卓继续追赶 这个 呃 曹操继续追赶董卓 但是因为输了嘛 嗯 所以后来回来以后 袁绍也把他接到这个 在中 嗯 跟大家喝酒 跟他姐妹 嗯 刚刚开始不是他 看不 看不惯他不去 对啊 对但他打输了就回来了嘛 哦哦哦哦 这也摸摸鼻子还是 毕竟 毕竟还是 呃在洛阳嘛 对 目前大本营还在洛阳嘛 是 所以曹操就叹 说啊 我一开始我们组织这个盟军 就是为了大义 为国出贼 嗯 大家都仗义而来 嗯 所以 我的初衷是请这个袁绍 率领大家 是 我们就一个一个这样子打 下来 入三观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天下可定啊 可是啊 你们啊 不进兵啊 大师天下所望啊 嗯 曹窃此之啊 他你看 人家招待他 他还跟人家讲一个大 大力 修辱人家一下 还好袁绍这些都读书了 无言以对 自己也觉得理亏啦 是 但是就是我们讲说理直要弃柔嘛 对 对 所以 得力不要不饶人 跟曹操表面上可能好 其实内心其实已经中了很大的疙瘩了 嗯 对 那另外一次曹操这样讲完以后 其实 等于也在分化这个盟军 哦 因为他也就把这个事情说破 所以你看后来 公孙战就觉得说 袁绍无能啊 久必有变啊 无等且归啊 所以就带了刘关章就走了 哦 对 所以各自就开始退了 是 对 所以盟军要能够真正同一心念 是不容易的事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没有核心去做这件事 所以当然会失败 你看你看这还有 这个太守刘代啊 去借梁朝借不到就把他杀了 啊 所以盟军本身就是无核 大家都是为了自私之力 对对对 对 所以当然袁绍也平白错失了这个机会 本来是个盟主 现在所有的军都各自散回去了 是 对 那回来我们再讲这个刘表 是 刘表这个部分 他就开始签介绍 其实他也是汉中亲嘛 因为 以前的人都是认为自己的亲戚 可能比较的牢靠 封侯这些 一家人 对 但是中国有太多都是一家人 到最后远亲以后烦你 对 所以 这怎么讲 所以这边就跟你讲说 他有 他的这个 有哪些江 有哪些他的这个叫做江夏巴菌 就是说他的这个 智狼团有哪些人 那最有名的这个就是 宽良宽悦还有菜茂 这几个都蛮重要 后面会一直出现 他名字好特别 对 快 对 好快 快良 那所以 我三国时代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是单子 哦 你看 你到这里 对 没有啊 诸葛亮啊 不是 他是父姓诸葛 哦哦哦 但是也是一个亮 就是单子 名字就单子 对 是 好 那这个再给大家回复一下 那个当时的 诸侯歌剧 诸侯歌剧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 元树下面有个孙 红字 孙坚 然后要往江东走 所以会经过水蓝色的流表 嗯 对 这个就是大概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 孙坚刚刚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快乐的 就军队就打开了 就说 那孙坚问你干嘛挡我的 那个路呢 那当然就是为了这个 玉玺嘛 是 所以两边又打起来了 哎 然后 这个 孙坚呢 马上又再度 发誓了 嗯 他跟刘表说 我就没有啊 我若有此物 死于刀剑之下 嗯 那刘表说 你要我相信就让我 收款看嘛 啊 你有什么权利啊 孙坚就说 你有什么权利可以消缪我 所以两边又要打 哎 所以 这边 有一句话嘛 玉玺得来无用处 反因此 宝 动 刀兵 哎 这个 因为有这么一个 众人所 寄予的这样的一个 珍贵的玉玺 所以反而 替他招来无限的祸 对 因为你有一个那样子的 象征以后 变成大家有 有能力的 都会想抢 是 所以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说 呃 做人 所以我们要讲说 呃 不要 光芒 毕露 嗯 其实就是这样子 要低调 你会变成是一个 闲眼的地方 就会变 可能会被大家 有一些 呃 看不顺眼 你的 或者一些可能会 扬你 所以为什么说 可是他一开始 也是要低调啊 是 哎 可是就被被出卖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再加上他就 因为他心里有鬼嘛 他真的有嘛 所以他也不敢给人家收啊 嗯 如果他没有给人家收 可在袁绍那边就结束了啊 就不会有后面这些问题发生啊 对 那也就是这样 人家越怀疑你嘛 嗯 因为不够 忐忑光明嘛 所以到底预袭是宝还是火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好像拿了什么东西 拿了什么东西 所以 像 以前也有 像 很多那种 窃盗集团啊 看你穿什么 银牌衣服什么 他就会找你 变成他的 下手目标啊 嗯 对 所以想一想 说说 什么是宝 嗯 真正在心中的才是宝 在世间上的啊 其实啊 有的时候 搞不好是祸 是 对 我想到佛典故事 佛陀看到说 阿难那是毒蛇 结果呢 阿难也说也是毒蛇 对 可是等到过去之后 那个侨夫一看 哇 是金银财宝 结果结果就后来还是 也是蛮不好的下场就对了 所以我这边也举了一个 呃 佛教很有名的 禅宗加沙的故事嘛 哦 就是达摩祖师来中国 参养这个佛学 他是东 东土的禅宗之祖嘛 哦 那他当时这个木棉加沙 就是代表这个 呃 正传的宝物 那这个就是从那个大家社 嗯 西土的禅宗一直传到东土 是 那一传传传到五祖以后 后来就是 呃 五祖后来传给六祖惠能嘛 这大家大概都知道嘛 那那时候的惠能其实是个俗家 嗯 不太适智 嗯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 呃 悟性很高 所以他的那个技让 巫族宏人觉得很棒 就跟他讲解了这个金刚经的药义 把他传给他 让他带着袈裟逃走 嗯 因为他知道 这虽然是证明 可是这个也可能是会遭致杀身之火 嗯 对 哪怕在当时的佛教 有很多的人也是为了这个正统在去做争斗 嗯 哦 所以 后来一直到 五则天 跟这个惠能取 这个袈裟 然后也 另外赏赐了另外一些给他 那 惠能后来 就决定把这个传这个 木棉袈裟作为是正传的这样子的传统给废了 哦 所以 这个就 他就把这个袈裟给了五则天 然后允许自己的弟子 自立门户 自立门户各自传法 是 佛法才 禅宗才开始光传 所以 当初 达摩 法师 来到这个东土的时候 讲了这个祭语就是 来 这个要请 五本来之土 传法就迷情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所以后来 这个南 南传的这个禅宗啊 有五个很大的直派 人家就说 这个是呼应当时这个 大摩祖师 那时候留下 其实重点就是说 佛法是很好的东西 那 其实真的不要有门户之戒 因为大家都是 以爱以善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宗派 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只要把 我们要把大抉择 留给我们的这些 佛法的这些 宇宙的道理 我们把它读通读测以后 那自然就会帮大家 离苦得乐 解除很多的烦恼 所以 有很多时候 太注重于那个形象 本来就不应该有形象 对不对 否则 佛陀当时他们 他得到以后 你看他 不管他每个弟子 他都叫他脱伯 就是要把这样的形象 这样给打破 因为当你没有这样的形象 所牵绊 没有这样物欲 所牵绊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被这个世俗的诱惑 所影响 哪怕是遇袭在你面前 你也不觉得它是什么 所以我就记得 上人有一次在分享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说 那个有 他忘了拿海外的人 不知道谁来 跟他说 师傅你那边有一个石头 很值钱 上人就说 我天天看都放在那里 我也不觉得它是什么 你觉得值钱就值钱 你觉得不值钱 但是钱 值不值钱那件事情 其实不是他本身的价值 对我们每一个人 真的价值就是怎么样 去把我们生命中 能够贡献给这个事件的 一些良能的内容 能够把它发挥得了好 所以呢 我相信最近有很多的听众 都拿到了这个 传家宝 对 那传家宝里面内容是什么呢 我相信这个我们广播一定有做过 自己去研 对 所以是哪一集呢 到时候可能 怡君会在他这个 我们这一集后面 留下这个超连结 就很欢迎大家可以再去看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家宝 是 然后我们学佛的 就可以把这个师父教给我们 这些佛陀的本怀 应用到这个世界上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志业 不要太拘泥于这个世俗上的东西 虽然我们是在 跟大家分享这个三国演义 也看到这么乱世的可悲 可是在这中间 我们也看到的许多的 这些大臣一号 降临一号 他其实是真的为了 他所坚持的这个正义功力 而去奋斗努力 不管他最后是成功还不成功 我们也看到很多有才能的人 为了自己的私利 像袁绍暗兵不动 像孙坚为了预袭 开始有了私心 像董卓为了自己的娱乐跟权力 残杀百姓 那最后 到时候就知道 大部分就可以跟您说 都没有好下场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 这个因果的这样的循环 佛法是很科学的 就是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所以也期待大家 我们预知下回分校 这个预袭到底对孙坚 带来了什么样的福还是祸呢 我们就会下回空中见 是 笑谈人生 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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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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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